大家好,上一节呢我们介绍了运算符存在的基础 这一节呢我们来看一下运算符存在的一些规则 在CIR中呢包含很多种运算符 那是不是所有的运算符我们都可以使用呢 另外呢我们也是不是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的运算符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 在CIR中运算符存在的时候 只能使用CIR家已经存在的一些运算符 我们不能自己创建一个新的运算符 这点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在重载之后 原来的功能仍然是保留的 比如说加工运算符 它可以对INT类型,W类型,Slog类型,Extreme类型 它们进行这样一种求和的操作 你在CIR中重载了加工运算符 对加工运算符以前的这个功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它只是扩展了加工运算符的一个功能 第三点呢 重载呢 不能改造运算符操作数的个数 比如说加工运算符它是具有两个操作数的 左右各一个 你在CIR类型中 重载的加工运算符也需要具有两个参数 如果加工运算符重载的这个函数 作为类型的成员函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参数 因为另一个参数呢 是隐含的 也就是当前的一个对象 可以通过类型指针来引用 可以重载的运算符呢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呢 是算数运算符 比如说加减乘除啊 取余啊等等 第二类呢 是逻辑运算符 与或非 第三种呢 是关系运算符 大于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等 第四种呢 是位操作运算符 例如取反啊 左移运算符 位的左移运算符啊 右移等等 第五种呢 是自增自点运算符 比如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呢 也分为前置的加加和后置的加加 这呢我们后面会介绍 这么来区分它们 第六种呢 是复合运算符 比如说加等于啊 减等于啊等等 第七种呢 是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取机制符啊 还有交用运算符啊 成员访问运算符 下标运算符 以及new delete 它们都是可以重载的 啊 除此之外呢 有五个不能被重载的运算符 它们是 最下中唯一的一个三元运算符 称为条件运算符 第二个是呢 成员访问运算符 点 第三种呢是 成员指针访问运算符 后面一种呢是 预运算符 所以一种呢 是size-off运算符 size-off呢是一个运算符 在面试的时候 经常会考到这一个 这一点 另外另外 还有几个运算符呢 是不需要重载的 而第一个呢 是复制运算符 另外一个是取机制符 上面这个表呢 大家没有必要可以去记 大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 去查一下去翻一下 那我们呢 就来特别介绍一下 不需要重载的复制运算符 为什么不需要重载呢 就是因为呢 编译器会为每个类 都会自动实现一个默认的 复制运算符的成员函数 在定义完两个对象之后 可以直接对象 直接使用复制运算符 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为这个类 重载复制运算符 但是编译器已经自动的为我们实现了 编译器为我们实现的复制运算符呢 功能比较简单 它就是将这个类对象中的每一个成员 进行一个复制 那如果我们想自己在复制的时候 执行一些动作 或者说我们想改变默认的这样一种行为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重载自己的复制运算符呢 当然是可以的 下面呢 我们来从个代码来看一下 我们还仍然使用CTIME这个类 可以看到以前我们在使用CTIME类的时候呢 是没有为CTIME类来 重载复制运算符 这个时候编译器会默认为我们生成一个 如果我们显示的另一个的话 那这个时候编译器就不会为我们生成了 这里呢我们为CTIME类来重载一个 复制运算符 首先呢是返回CTIME类的一个对象 复制运算符呢一般都是返回一个对象的引用 我们也使用引用 后面呢是operator 然后是复制运算符 它的参数呢也是一个CTIME的对象 也就是使用引用方式 他们的CTIME也实现一下 原来是返回类型 复制运算符 这样呢空的 函数体就定义好了 那么首先在 进行两个对象复制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我们使用同一个对象 来进行复制呢 首先呢我们需要在前面判断一下 TIME这个对象跟当前的 当前的对象是不是一个对象 那我怎么来判断呢 我们可以判断他们的地址是不是一样 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对象 如果说当前的Z字指针 它等于TIME这个对象的一个地址的话 那就说明他们属于是同一个对象 那么这时候我们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你直接返回this 这个当前这个对象 那如果它不是一个对象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进行 一个复制的一个操作 复制运算符默认的一个动作 就是将对象的各个成员 分别进行复制 那这里呢我们不改变它的默认动作 我们仍然按照默认的这种实验方式来做 各个成员分别复制 TIME的hour复制给当前对象的一个hour 然后是minute 像TIME对象的minute 返回过来 这一个是second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返回当前对象 为什么要返回当前对象的引用呢 待会呢我们会介绍一下 这是有一定说法的 这样定义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使用一下 上面我们定义了三个对象 TIME TIME2和TIME3 那下面呢我们就将TIME3 来复制 TIME3 这样就可以了 那变异器在停接这句话的时候 再自动进行 TIME这个类的重载的复制应算符函数 复制完之后呢 我们对TIME这个对象输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TIME跟TIME3的值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对同一个对象 使用复制应算符会出现成的结果呢 这里我们来尝试一下 比如我们对TIME 将TIME复制给他自己 这个时候会呈现什么结果呢 来调试一下 如果是我们使用同一个对象进行复制的话 应该是直接返回的 首先呢我们在第72行下个断点 然后开始调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箭头指向第72行 表示说当前CPU尽有执行第72行 没有执行 这个时候我们在复制应算符函数内 下一个断点 然后我们来继续执行一下 继续执行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当前程式已经执行到 复制应算符函数内了 我们是将TIME这个对象复制给本身 TIME对象的一个指针 是这个指 它跟Z字指针的指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应该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它会直接返回的 我们来F11 可以看到已经进入到 准备执行这条一句了 轻止调试 关于复制应算符呢 我们还有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将这句话注视掉 这里呢我们来定义一个新的对象 CTIME这个名叫TIME4 这个时候我们将TIME3 复制给它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 那这个时候TIME3复制给TIME4 这个时候是执行的复制应算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函数呢 为了验证这个情况 我们来调试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CTIME内的复制复杂函数的入口点 以及复制应算符的入口点 下一个断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程序会进入到哪个函数的内部 其实呢 这句话是调用的类的 拷贝复杂函数 比如说会进入 会进入到 CTIME内的这个拷贝复杂函数内部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我们首先呢开始调试 大家看到现在呢 即将执行第72行 然后呢我们来继续 执行一下 看到底会不会停 停在CTIME内的拷贝复杂函数中 继续 可以看到 程序确实进入到了 CTIME内的拷贝复杂函数的内部 这就可以说明 我们在定义的对象的时候 同时使用复制应算符 最大进行复制的时候 这个时候并不是使用 类的拷贝复杂函数 而是使用类的 拷贝复杂函数 另外一种使用拷贝复杂函数的形式 类似于这种形式 CTIME 括号 TIME3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直接使用一个对象 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对象进行复制 这个时候才是使用类的复制应算符 这点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点很多人都混淆 在上一节我们来简单提了一下 我们在创建 存在运算符函数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作为普通函数 另外一种是作为类的成员函数 它们都可以 但是我们应该什么时候使用普通的函数 什么时候使用类的成员函数的方式呢 这里呢有一个规则 是一般呢 我们都 一般呢 我们将单目运算符呢 存在为类的成员函数 将双目运算符呢 存在为有源函数 这只是一个建议 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用法 你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定义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有些运算符呢 必须作为类的成员函数 比如说复制运算符啊 下边运算符 以及寒中交易运算符 它们只能作为类的成员函数 在重担它们的时候 只能把它们作为类的成员函数 而不能作为一般的普通函数 另外还有几个运算符 在重担它们的时候 不能作为类的成员函数 只能作为普通的函数 它们分别是流插入 和流提取运算符 重担运算符的时候 可以在函数内 执行我们想执行的任意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加号运算符 我们当然我们可以 在这个加号运算符内部 来将它定义为 执行两个对象相减的这个动作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以我们日常使用的习惯是相背的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加号 来进行两个对象的相加 按照这种操作的话 如果你定义成两个对象相减的 这样一个行为的话 那很容易被误用 降低程序的可读性 因此呢 我们在重担一个运算符的时候 应该要保证 它跟这个运算符 如果应用于一种标准数据类型时的功能呢 是相似的 我会想起来 反正的键 有点准备